在我国也有很多有名的河流,被称为世界之最,比如黄河一直都被叫做世界上寒沙量最大的河,那么我国还有世界上最窄的河流,你们知道是谁吗? 在我国内蒙古大草原上,最近出现了一条网红河,因为这条河申请了一个吉尼斯世界记录,叫做世界上最窄的河,它就是浩莱河,是内蒙古大草原上的一条奇葩的河流,全长17公里,清澈见底,水的深度都在二三十厘米左右,河的宽度一般都在十厘米左右,因为很窄所以吸引了很多的游客。 在当地,很多人都会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条河,就是这条河由于太窄了,人们在上边放一本书,就可当做桥梁,当地人就叫它属桥河,于大典根本就游不过去,怪不得是世界上最窄的河流。 在冰坦的大草原上,这样的一条河弯弯曲曲,像是一条玉带在草原上飞舞,这些奇怪的景象也难怪这里能成为世界吉尼斯记录了,到这里除了看这里的河流之外, 这个河流注入的达尼诺尔湖,是国家级的鸟类自然保护区,还可以看到种类繁多的鸟类,可以说是一场不错的旅行。 小伙伴们,你们是否想去世界上最窄的河流那边游玩呢?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见。